異位 異位 異就是超過的意思 異位是超過它所能容許的那個保存的範圍 那這部分其實後面我們還在講到說 像IMT函數它能夠容納多少的這個數值 這個地方後面會再講到 各位可以翻到在這個地方 三支十四頁的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宣告一個byte好了 那byte它是機體空間是8個bit 也就是說它能夠表達的數值範圍 在三支十四頁 它就是從負了128到127 如果你今天超過127就超過了 就異位了就會產生bug 那shits的話就是短整數 也就是說最大就是不能超過32767 如果超過32767的話 或者是-32767也會產生錯誤 那以此類推 int跟long 另外其實有同學會提到說 老師那乾脆這樣嘛 如果我要寫一個不會產生bug的程式 那我乾脆全部都把它宣告成none就好了 其實齁我覺得它這個觀點也沒有錯啦 而且我覺得有的時候你們或許可以多宣告一點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其實記憶體 以前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資料 我覺得一個就好了嘛 就最大 為什麼以前的記憶體 早期像4864代 才8mega而已啦 所以絕對是不夠用 你看這個64bit 其實對電腦來說 太少了 因為隨便動不動就兩區 四區 那如果說你今天宣告成none好了 64bit也才4個byster 4byster你宣告再多個none 也其實不會有什麼影響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避免程式錯誤的話 你乾脆就宣告成none就好了 你就記個none就好了 以後 就記個none 你什麼 就 也可以啊 通通改成none也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喔 另外那個浮點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喔 它有個 這個float跟double 它同樣的道理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有那個小數點的話 假如說你今天 不希望程式產生 容易產生bug的話 你全部就用double就好了 你就忘記float也沒有關係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電腦 記憶體都夠大了 那你會 那你會 用到超大型的 寫作超大型的程式機會 也太少 因為你看 64byster 4個byster 你要用多少 才用到幾MB而已啊 你宣告 你宣告 100個 100個變數好了 100個變數也 4個byster在這裡 也才400 400個byster 1000個也才4K而已啊 1000個也才4K而已啊 那其實這個算不了什麼 算不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在宣告的 盡量能夠取大一點沒關係啊 那可能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執行效率會慢一點點 但是執行效率也不是問題啊 現在CPU都是夠快了 夠強了 現在CPU會變慢的原因 電腦會變慢的原因 其實都不是 硬體上面出問題 都是軟體上面問題 比如說像 我們的電腦 跟Windows 7也是一樣啊 或者像Vista 然後它慢其實是因為 它載入太多不必要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讓你的電腦跑快一點的話 那就是把那些不必要的東西拿掉 電腦就跑得跟飛快一樣 就像那個 我用的這一部 我是用2003也是這樣 昨天也是跑得慢的 慢吞吞慢的要命 結果就把它 不需要的東西都把它關掉 那一跑起來就很順 我就比較喜歡這樣的感覺 好 那這個空間多大多小呢 其實就要試變數的資料行別而定 那當然盡量可以給它大一點的 這個道理就跟我剛剛講那個 去賣場一樣啊 如果你推個推車 絕對可以放比較多東西 但如果你今天拿一個菜籃子 那可能你原來 預先以為你只要買一個菜籃子的東西 只有人的需求有時候是圖籃的 誒 這東西好像我也要 那個東西我好像也要 那個菜籃子都不夠放了 那超過一個菜籃子怎麼辦 那可能你要去換推車了 就是類似像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怎麼知道需求 就是說將來可能會放多大的空間 所以盡可能可以把它放大一點沒有關係 接下來的話 變數值的設定 變數值要怎麼去設定給它 如果說要將值呢 指派給變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等號 就是變數值等於什麼 比如說A 我們宣告這個INTA 然後呢